頭會跟李明雄在民國八十三年 由北部回到的故鄉倫敗打招 創辦老土藝術工作室 民家學在地的地式 參加牛林也是教案客家的地編 創作出很特別的作品 現在李孝西也做回到你藝術創作的工作 希望能將倫敗投下提供出去 頭完仔在全盤洗來洗去 李明雄到處又出外形 就會跟李明雄在民國八十三年 由北部回到的故鄉倫敗 創辦老土藝術工作室 並結合在地的地式 青春姑娘和客家的地編 創作出倫敗第一的作品 就是因為我們會 在你的生活環境裡面 你最常接觸到的東西 把它轉換成作品 其實是最比較簡單 而且你會比較有感動的一個心情 然後其實也是我把它拿來當作品的時候 其實也更容易投入情緒跟心情 剛回來時李明雄感覺自己一個人 在鄉下的地方做劇事是很高大 所以就找到一間有一樣幸福的朋友 平常用以前的廢棄的治療 作為工俗室 慢慢在故鄉開始中心打拼 我慢慢就會邀一些同好 或者說因為我有到國中去幫忙做記憶班的指導 到高中去到大學去做社團 然後慢慢有一些學生對這個方面有興趣 然後我覺得說大家可以組一個藝術工作室 然後他們也可以學習 然後我也有一個伴 這樣的話是整個一個團隊就慢慢慢慢的成立 現在李明雄第二的學生李冠定受到爸爸影響 也到你繼續創造 緊張土丸和不一樣的材料做結合 三星新的創造理念 希望將倫敗到你的文化來提供出去 今天是要死板的就是說 我做陶就是要陶 就是要用陶 陶瓷 然後做金屬就要用金屬 可能我可以做所有的媒材 全部結合在一起 做出一個新的工藝產品的一個方向 對 一個比較創新的方向 可以讓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個工作室其實還有很多產品 還有一些玩樂的東西 可以讓人家來體驗這樣 陶貝結合在地的特殊 平常還有年輕人的接觸 期待到的文化可以在輪背 身為第一位民宿 記者一定配音蔡宏寶島